欢迎收听《只要有人听就好》 我是杰哥 我是嘉瑜 平常工作都在讲别人想听的鬼话 这个podcast就是来讲一些 我们真正想讲的鬼话 好 今天跟思杰要来聊的是 我们的中年危机 希望只要有人听就好 好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 live podcast的故事 好 那个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 那个百灵国的步道大会 听说有3000人 我们今天这样这个场子 至少应该是个地下宗教集会 真的蛮小的 就是感觉会被那种 就共挡抓走 我觉得我们可以叫做 地下宗教集会 只有符合地下这一点 非常indy啦 OK的 好啦 今天聊那个中年焦虑 好 这个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啊 没有 我本来想要 好好地聊一下 我看同学麦娜斯的心得 然后你禁止我聊 这么有深度的内容 听我解释一下 因为总之就是 最近有一部 这个国片导演 你在想说什么 黄姓尧 黄姓尧 对对对 他导的一部就是新的片 叫同学麦娜斯 其实就是大佛普拉斯的导演 这样子 家瑜很推荐我去看 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去看了 看完了之后呢 家瑜就说 我们不如两个人都看了 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那我当时呢 因为个人就是 非常理性担当 我就是觉得说 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有看过 好像不见得大家都有那么有共鸣 那还是我们就聊这个电影的背后的主题 那家瑜就说 那不如来聊中年焦虑 对 但说到底我们两个算中年吗 我不知道啊 我们两个同样身为35岁的族群 你是说你38 然后我大概32 差不多30 我今年35 对啊 对 其实应该明年才满35啦 家瑜应该是30嘛 32 32了 哇 终于第一书你说出正确的年 30好几 所以应该也算是 法定中年 有没有什么法定啦 你说法什么 头发的法吗 对啊 如果是用头发来规范后 应该大学就算是中年 好啦 总之就是 你第一次感受到 就是有这个跟中年相关的 经验大概是什么 其实严格来说 至今上位吗 也没有 你记不记得我满30岁的那一年 在最后一个月倒数 然后我每天都写了一篇短文 就是为了迎接 大家都避之为恐不及的 30岁这个数字 写了几篇啊 就是老老实实的写了30篇啊 真的哇好认真啊 很认真啊 我每天都在赶稿 因为我记得有几天还会 还有delay 就是可能 很常delay啊 我那个头超痛的 因为我那时候还去美国玩 然后每天半夜在赶 在补我的那个delay的稿 这个是为了什么 应该是说 为了30岁这个数字 觉得人好像应该要 完成什么事 所以你觉得30还是一个 比较重要会有感觉的数字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想 但说老实话 也就是到满30之后 你突然觉得说 大家好像以为 人到了30岁 那你就会突然觉得 跟之前的人生有什么不同 但是其实就是 人生是一个 长而渐变的过程 长而渐变 对 所以其实老实说 这是个专有名词吗 长而渐变 在我的世界里面吧 OK 就是你其实不会感觉到自己说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 我变成大人 或者有一天我突然觉得 OK 我现在是一个中年人 因为你其实往前看 往一年 两年 我其实没有感觉到 那个明确 我自己在什么时候 变成了中年人 他不是跨过一条线 就突然变大人 而是一个中间 很多很多渐层的地带 如果真的要说 哪一个时间点 你感觉到自己 呃 变成了大人 或者是中年人 那我觉得他都不会是一个 外在可以具象的时间 或者是日期 但我很明显的感觉到 有一次我就是 觉得OK 好 我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已经被画到 中年人那一块 就有一次我去那个 微风参加一个品牌的 VIP的就是 展售会 总之我就去那边 这件事情光听 就觉得很中年 诶 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因为VIP这件事情 对啊 你知道年轻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 笑详这件事情啊 不一定啊 你有可能是盖库的VIP啊 对 那总之就是 我总是去了那个 百货公司 然后我就被 信用卡业务拦下来 然后他就说 诶 那个人就要找你办卡 然后就说 然后我就说 诶 你看起来好年轻哦 你是学生吗 我刚才想要接 就是办卡 我们还很多故事可以聊 那个部分先不要聊 因为我已经被封印了 对 现在被封印了 但基点应得 然后我就说 哦 没没 就想要拒绝他 可是他就说 诶 你看起来很年轻诶 是学生吗 然后就说 没有啦 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 然后那一瞬间 我就突然感觉到说 OK 我现在已经被这个信用卡业务 画到就是 只要夸这个女的年轻 他就他妈高兴到爆 然后花枝乱战 跟我办信用卡 就我已经被 这个社会画到 这种不堪的人设 就如果你真的是年轻的 你不会期待被讲年轻 但是 我在大学的时候 谁会跟你说 诶 你看起来好年轻 像大学生 你懂那个意思吗 哇 这个洞察很棒诶 我洞察就是这么细腻啊 这个社会的人 就是这么无耻 但我自己感受到 中年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30岁 是 其实是今年 嗯 因为今年 你有点lag了吧 自我意识比较薄弱好不好 因为今年是35嘛 然后公司第五年 嗯嗯 第五年大家你知道 你已经没办法再用说 我是一个新创的老板 或是这是一间新的公司 去讲的 就是 大家不是讲说 三年公司该倒就会倒 五年就是一个 回到正常的状态嘛 嗯 对啊 所以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公司因为其实在前几年 就已经获得了一些注意 然后可能也刚好拿到一些奖项 哦 这话题突然变得好严肃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还是你不要再讲话 前 没有了 前几年的时候 我们拿到这些荣誉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哇 这个好年轻的公司 竟然可以达到这个成就 可是现在 你知道第五年的时候 大家已经觉得说 反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正常 如果做得不错的公司 应该就要有这样的成绩才对 嗯 然后我已经没办法跑去 跟朋友讲说 哎 我刚创业 然后还有你都在学习的地方 大家都觉得说 五年了你该学得少 应该都学会了吧 嗯嗯 那个时候我才真的感觉到说 哇 我不新了耶 我其实是很很旧的人 嗯 被用坏了 嗯 嗯 跟我无关啦 好啦 那回到刚刚我们 前面讲到那个 同学麦拉斯 嗯 好 这个讲 你自己觉得是讲中年焦虑 对 他其实就是在讲一群 中年艺男的集体 中年艺男 绝对是中年艺男 特别要把艺男讲出来 对 嗯 对 他是四个高中同学吧 对 四个高中同学 然后在他们大概 应该是将近四十岁的 我才人设应该是落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 每个人来回顾 呃 也不是回顾 应该说每个人到了这个时间点之后 然后对于 呃 描述他们当时在生活中 会有很多的那种无奈 呃 失落跟挫折 那他其实也就是很如实的去 呃 描写了这四个角色 并没有做过多的 呃 过多的批判或者是什么 但是 我觉得导演想要讲的 呃 因为其实黄信尔他是 在作品里面站得很出来的一个导演 嗯 那用的 存在感很强啊 对 那那惯用我们会说 就是打破第四道强 但应该说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他 呃 不管是描述剧情 或者是角色的 情绪的诠释 那其实他都是用他第一人称的方式 在去讲 对 他在这部片里面 其实就是导演的角色 对对 对 他就会一直冒出来这样子 呃 有人有想要去看了吗 好 那我们只会爆雷爆到两个人 所以没关系 对 对 没有啦 没有 就尽量不要爆啊 但就是 我稍微点一下题好了 就是同学曼娜斯 嗯 因为其实里面有个角色 就叫做 曼娜斯 然后 这一段我也自己 自己是觉得 在里面我感触最多的 蛤 真的吗 嗯 为什么 我觉得他象征其实就是梦想 学生时代 其实都会对于未来 有很多很多的想象 嗯 或是当时 你其实对于人生 有很多抱持着一些希望跟 美好的幻想 可是当你走到 真的走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你发现这一切都已经不会再回来 不管是你自己 嗯 还是对方 嗯 其实都已经不是那一个 有机会走向美好的那个状态 嗯 嗯 的那个时候 其实你才真正感受到自己 原来已经中年了 而且嗯 他一去不复返 他不会再回去 嗯 你只是中年 然后再往下 嗯 呃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对于 呃 其中一个角色 他那个剧情是这样子 就是他 发现他高中的时候暗恋的校华 嗯 女神然后呃就是沦落封城在做呃就是做性性工作这样子 对他算是黑色按摩店啊可以这样理解 对我人家没有很具体的说他到底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但总之就是他其中呃一段是比较靠近片尾的时候他就是他鼓起勇气 他想要去消费 但是终于在那个对面的当下 简单讲就是他他决定要去嫖他曾经童年的女神 就是大家也都他的朋友也都鼓励他去圆梦这样 圆梦计划 对但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终究还是没有办法 然后他就转身离开 然后边走边哭 嗯 对那我对这一段非常的有感觉 是因为我在呃大概国高中的时候 其实曾经有想过要写一篇小说 嗯哼 对那篇小说的剧情其实蛮简单 就是讲一群中年人大概就三十五岁 对那一群中年人 为什么要看我 没有就是他们一群中年人在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发现 呃所有的人都被生活折磨的不成人形 没有一个人就是不负当年那种年少非常的风采 那其中一个人呢他在呃 我没有我大概想了一个大纲 总之他遇到了他当年非常喜欢的笑话 嗯那笑话他就是在做呃也是在做性工作 对那时候是国中 国是高中 然后你写了一个性工作 我没有我想我只是想写 我只想写我没有写 然后呃但是我跟呃就是阿瑶导演不一样的是 我觉得我想要让这个男主角真的去嫖他 嗯然后我想要他在过程中觉得非常爽 就是结束的路上我想让他觉得非常爽 但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嘉宇你妈妈应该是有来到现场的 我觉得妈妈应该会接受我在艺术上的追求 艺术上的追求 但是我想要在那一刻的时候让他感觉到说 可能就在那个快乐过完之后让主角陷入非常深的绝望 因为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世界 呃不仅你没有办法变成你理想中的样子 而且这个世界会让你也没有办法保护你美好的想象 你好黑暗哦对你古高中的时候就想了这么黑暗的故事 对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基本上其实跟同学麦拉斯的价格有一点点 嗯一举同工之妙 对但是我那时候想的主角其实就是只有一段 因为而且为什么我觉得一定要飘 因为我觉得那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于说 那个美好的东西不是世界 他有时候是世界毁掉的 你没有办法守护 更甚至有的时候你是毁掉他的那个人 哦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阿瑶导演在这边还是做了一个 比较温情的退让 他还是让主角就还是让罐头 就是选择了在最关键的时候他hold住 最后走在路上他在哭 然后我跟朋友讨论的时候朋友跟我说 他他身边有些女生朋友 不理解为什么罐头要哭 为什么他领到最后他选择离开 然后那离开他哭屁啊 对但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 那是一个不甘心的泪水 因为对这些中年艺难来说 我很抱歉 我很抱歉 人生的失落是一路累积的 他不会是到35岁这年突然爆发 他是从15岁开始累积了20年 所以对于那种失落焦虑或者是挫折 理论其实老实说他们已经习惯了 他不是说他真的没有希望的那种习惯 但是他们是会习惯 但他所不习惯的是 原来他把自己安放在这样卑微的角落 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想象中美好的那个笑话 他还是去了美国 他觉得他的回忆中有一部分始终是美好的 但是这个世界连这样子的美好 都没有留给他们 就是在这个无能为力的世界里 你保护不了你自己就算了 你连你觉得美好的东西 你都没有办法保护住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 同学曼拉斯或者 其实蛮多类似像这样的作品 包括我很喜欢那个马南波杰克 其实他讨论的很多的时候的一个点 其实都会是 人最终 并没有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达人 然后那其实会有一些自我毁灭的倾向 我讲到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跟我老婆一起同时看那个 BoJack 就是马南波杰克 然后第三季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个片尾 帮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反正马南波杰克讲的就是一个 曾经非常非常红的一个艺人 他是演电视剧的 红极一时 但之后他就过气了 然后你知道 就是当那个年代艺人有钱 你为什么要指我 就开始吸毒啊 玩女人啊之类 然后最后他其实就 人整个就败坏掉 然后在第三集的结尾 我就不讲那个剧情啊 但他的画面就是 他看着一群年轻的马 跑过一个很长很长的跑道 然后他开着跑车停下来 看着那些年轻的马跑过去 然后 那个音乐就下下去 然后我当时是哭到 我整个T恤都湿掉这样 然后老婆就问我说 你在哭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 其实不大算是有什么特别的哭点 他就是音乐下的很美 但我想到其实就是 人没有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那件事情是多么难过的事情 对 那你觉得你有成为你小时候 想象中的大人吗 好问题 但老实讲 我自己觉得 我应该有 嗯 但也有可能是我小时候 想象的大人很薄 很那个很薄弱 就是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想象 想象中的大人 就是可以跟热音社一起吃蛋饼这样 太难了 到现在我还遇到热音社 还是有点泡泡 没有啦 就是因为我一路都走 还算蛮主流的道路 嗯 然后我本来就是喜欢这样的事情 嗯 那当然就中间会有一些泡泡 会干嘛 但老实讲 我遇到的挫折跟 跟正常人比起来 我觉得都还算是 真的很小的 对啊 算是相对幸运的啦 对啊 但嘉宇有吗 嗯 因为嘉宇应该小时候的想象 跟现在真的一样吗 还是说 我觉得我对未来 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象 就是我不曾想过 我有一天 比如说 呃我想要站在台前 为他人簇拥 赚多少钱 或者是什么 我没有那种很明确的想象 但是我觉得在抽象的意涵上 呃我应该没有离我当初期待的达人太远 那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主题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还是会有焦虑 因为你在这个社会上 你还是会感觉到 别人对自己的那个拉扯 而且我其实以前 我小时候其实觉得 我曾经觉得如果我笨一点就好了 呃我都听得很怪 但是因为我其实 呃国高中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想要念设计相关的学校 哦 可是那时候我就会想说 可是有一条很明显 康庄大道摆在我面前 我为什么不念 我为什么不念北女 我为什么不念台大 嗯 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 而且我家里又没有很有钱 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 说我可以去 呃念一些设计的学校 然后像 呃就出国啊 念很多东西这样子 对就呃 我觉得也许也可以说 但你也没有后悔吗 嗯 就是到现在 我觉得我没有后悔 就是人没有办法后悔 就是有选择就有承担 所以我没有在想什么后不后悔 但我确实 呃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是 我其实还是蛮长 比如说每个一段时间 我就会去想说 我有没有成为让17岁的我 蒙羞的大人 为什么特别是17岁啊 高二 高二的时候 嗯 呃我觉得我高二的时候 面临了蛮多就是 嗯 就是对于未来追求的 一个一种冲突 我高二的时候专注 哦 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一年是 人生中各方面来说 都很关键的一年 就算是 在那个年代的 那个时间点的转换起啊 就是开始对于未来有些想象 对 因为毕竟就是已经 选定了住 开始变得比较明确 那我觉得那一年对我来说 蛮沉重的 嗯 那我觉得思考的蛮多事情 是在那一年 所以不想要成为 让17岁的自己 蒙羞的人 对 那我觉得在这个关键上 是没有 没有走偏太多 我其实真的有点好奇 所以如果你做什么事 你会让他蒙羞啊 我觉得其实 未必没有 只是以结论来说 就我知道我 做了我觉得不对的事情 那我有必要改正 或者是我觉得 有一些地方不成熟 我有必要改正 对 对我并没有 但你没有整个人走偏调 让他觉得 对我觉得以结果 以结果来说 我觉得肯定是做了一些 他不能苟同的事情 但以结果来说 你常常提醒自己的话 你并不会离正确的路 那么远 我觉得啦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有时候到底 你是不是进到中年的状态 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发现 其实是别人提醒 我觉得那个焦虑 都是来自于比较 而且甚至是来自于 一直回应别人的质疑 跟探问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焦虑的 之前我们公司有位同事 他PO了一则限动 问说 对大家来说 自信是什么 自信 然后我那时候回应说 我觉得自信 就是知道自己在哪里 而且对于那个位置 感到满足 舒适 那我之前 我以前很喜欢的 反正忘记哪一句话 他是说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那么现在你在哪里 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是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你现在在哪里 如果你不知道 你要去哪里的话 那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为什么中年会有焦虑 因为大家都期待说 你是一个中年 人的时候 人到这个时间点 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 那你应该要对 你自己的未来 或者很多事情 你感到非常确信 你回应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焦虑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是 你看到别人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你看到 比方说 什么时间点 应该在那个位置 然后你不在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天哪 如果现在 如果现在开始要追的时候 就已经可能晚了 或者是 你没有在一个 世俗规定的 客观的 信服的 那个框架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 你会 总是会开始 有点质疑自己 那其实我觉得 这推到一切的根源 都是跟你 你知道你对自己 有没有自信 跟你 是否真的了解 你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但你最近 你跟我讲过一句话 让我其实超级 你知道 心情震荡 OK 就是我们公司在讨论 那个 我们要规划公司的内训 然后就是帮同事们 上什么课程 然后这时候 嘉宇就默默跟我 讲一句话说 思杰 你想一下 你自己 就是我啦 有多久没有感觉到 自己有进步 嘉宇的意思就是 好沉重喔 嘉宇的意思就是说 同事们 我们不断地在想 这些新进来的员工 怎么样变得更厉害 可是其实 这间公司的高阶的人 就比方说我要嘉宇 其实没有人带我们 因为我们就是 这间公司负责带别人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去寻求一些 外部的刺激或火化的话 其实 我们就在这边了 我们就会默默地 自己摸索 还是可以往前走 可是 老实讲 你讲完之后 我才真的想到说 我感觉我自己 有好一阵子没有进步 那个时候我才真的感觉到 这也是今年的事情 我才真的感觉到说 天哪 我老了 然后 我不是说我年纪老了 是我在这个 职业的心态上面 已经老了 因为我觉得 这样也可以 我不需要再进步了 反正就是 我今天就带公司的大家 然后大家看 可以走到哪边 就走到哪边 对啊 可是真的是 透过这种别人的提醒 才会感受到说 哇原来是 你在这个位置 其实你不满足 所以你在这之后 你才去做了这个 Indie Agency Indie Creator 对对 就是把大家兜过来嘛 就是像那个 孟之怪的旅中族啊 那其实都我们前辈嘛 老实讲 我们其实一直以来 都不是很在乎 别人怎么做事 可是到现在 你就会发现 你自己一直摸索 还是有个极限在 所以去多看别人 怎么做 其实你知道 对于我自己的成长 对于你的成长 其实我觉得 都会比较帮助啦 所以确实来说 你是不是就对于 做这件事情 你是否有感觉 自己的中年焦虑 是因为焦虑才做的 对 是因为焦虑才做的 那以结果来说 焦虑我稍微好一些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天哪 你太焦虑了吧 我就是一个 很容易焦虑的人啊 就是我比较不会焦虑 比方说人生的阶段 或干嘛的 但我很容易焦虑 就是我到底 工作上足不足够了 你知道我身边 都是那些人啊 张志祺现在才几岁而已 简直至张志祺 现在才二十七八岁吧 对啊 然后他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我们认识 对啊 那时候就已经比我们大了 对就 你是说公司吗 我身边都是这样 像林大涵应该 比我年轻一点点啊 你一定还有这一届的啊 对啊 所以就是 你知道 其实会有一个 很强烈的感觉说 我现在开始 其实已经慢了 然后同时开始 其实我跟林大涵同时开始 然后我也觉得说 我是不是又更慢了 对 那个强烈的感觉 会不断的袭来 然后大家就会 不断的跟你讲说 世界已经很棒了啊 或者是你们公司很好啊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啊 之类的 但我觉得 人终究有一点 让他完全摆脱 就是跟别人的比较 就算我觉得 我已经跟以前的自己 不会去想那么多 说我今天要去选择 另外一个职业 因为我觉得 我输给别人 但是还是会去看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现在 没办法摆脱了 我要送你一句 如果我很常放在嘴边的话 送回巴掌 那也可以 你想要的话 然后 就我觉得人生 不是比谁先笑 也不是比谁笑的最大声 是比谁可以笑到最后 那请嘉宇笑一下 大概就这么大声了 真的抱歉 没有我其实 这样讲真的很像干话 但人生真的是一场马拉松 其实你没有讲说 我理解啦 对 你现在焦虑其实无济于事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工作到80岁 可是我跟你讲 就是之前在某一个访谈 也有一个人跟我讲了 类似这样的话 然后我当时给他的回答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想象就是 人生是一条路 然后我们会不断的往前走 那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但我们会克服之后 继续到下一个地方 可是对我来讲 人生其实比较像是 你知道世纪帝国 你不是在走路的时候 就会开那个地图的迷霧 不会啊 我会痒痒啊 没有啦 怎么样 不是 就是你走到哪边 迷霧就会散开到哪边 可是他后面迷霧又会跟上 就是 如果不盖东西的话 OK 对对对 不要那么深究这个游戏 我还想了一下 对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这样 其实你走到哪边 你的彷徨就会跟着你 然后你走到越高的地方 你的彷徨等级就会越高而已 没有 你要去研发新的技术 你的视野会加大 闭嘴 不要跟我讲 我是有比喻这么的美丽 我没有不美丽啊 没有啦 总之就是 我觉得那个 彷徨的等级 会随着你人生的等级 不断的往前走 然后比方说 可能现在大家觉得说 嘉宇你现在 薪水也不差了 然后或者是世界 有吗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后 我们再来讨论 三天后会发年终 这有对我礼貌一点 没有就是 比方说 大家都会这样讲 可是你就会发现说 你其实在烦恼的事情 就会越更大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因为你没有活在当下 因为你担心的事情 都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但你真的有摆脱这些东西哦 你这么的超然于这个世界吗 嗯 你应该是说 你当然会焦虑 比如说你看到有些人 就是功成名就啊 然后有房 然后结婚 生小孩 好像人生过得很顺遂 可是 其实你就去想一下说 应该说 那个一定会焦虑 你会有一种 比较心灵 多少是会有点羡慕 但退一万步来讲 重点是 我就是老实说 我没有真的 追求过那个目标 所以我才没有办法 辨成那样子 就是你始终要 最后要想就是 你到底 你的目标跟追求是什么 我不敢说 我现在就有答案 但我知道 我一直在不断摸索 跟 你觉得现在还在找 就是你人生最 最终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对啊 就是这样这样吗 对啊 我最近看到一个 我的脸友 嗯 他发了一篇文 他讲的事情就是 其实就跟Jason有关 他在讲说 他之前被问到说 你在 你在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嗯 然后他说他没有答案 对 然后对方就跟他讲说 我看得出来 你应该现在是没有答案 嗯 然后他说过了这些年之后 他非常自豪的可以讲说 我就是没有答案了 因为就 我就在找一个 找答案的过程 我觉得没有答案 并不会让你焦虑 而是你说 你什么都不想做 然后你 你却想要期待 有一天会有人 告诉你一个结果 那个你就会焦虑 或者是 你明明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你从来没有 不愿意去为他 付出任何事情 那你就会焦虑 但是我觉得 在追求的过程中 你没有答案 但是你不停地 在去找寻 答案的过程中 你其实你有什么 好焦虑的 嗯 嘉宇有怎么样 建议我如何 面对我的焦虑吗 如何面对 你的焦虑 我先帮大家 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老实讲 就我们公司的 就我跟嘉宇的 这个podcast啊 基本上就是 我的心理智商时间 我都是拿来当做 免费的心理智商用 嗯嗯 对 因为你知道 我就是一个 很容易焦虑的人啊 嗯嗯嗯 然后今年其实尤其是 我最最最最焦虑的一年 嗯 那很多时候 我其实会透过一些 比方说 那不然这阵子休息一下 但它其实就是 缓解一阵子而已 嗯 我我一回来 我觉得 那个那个焦虑感 就会不断地在洗过来 觉得说 我到底现在 在这个位置是对的吗 嗯 还是其实我根本 就已经落后我的境界 哪一个位置 执行长的位置吗 呃 执行长位置 应该是站稳稳的 没有啊 就是 比方说这间公司 要去哪里啊 或者是我自己 要去哪里啊 等等 其实还蛮 混沌的 你是不是以为 自己想要去哪里 就可以去哪里 我不知道啊 但至少要知道啊 因为可能知道的时候 发现干什么 你去不了 那就算了 我之前 我最近在看 终于看完吉普利的哲学 然后它是里面 就是那个 谁写的啊 呃 林木敏夫的 算是它的一些回忆录 然后它是吉普利工作室的 制作人这样子 那其中有一段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呃 它说 为什么霍尔的移动城堡 会长成那个 似不像的样子 就是因为 它觉得 它觉得 好 日本人在想事情的时候 它是先从物件 开始往外发散 嗯 然后想想一字 然后这边要有桌子 然后窗户 叭叭叭叭 然后宫崎君也是这样子 所以最后 获了一种城堡 长成这样 它是从小的东西 不断的最后变成那个样子 而呃 它认为所谓的西方人 或者是欧美文化 他们习惯是 OK城堡 我先把城堡的外观画出来 然后这边放 放窗户 然后这边有门 进去之后 摆设大概是像什么样子 有一个蓝图先这样子 那我 这两种方法 我想也没有什么优劣 嗯 如果你看 如果你觉得 你现在没有办法画出 那个大房子 移动城堡那样 你就去看 任何你想要尝试的 小的事情 像我觉得今年做 红包的尝试 或者是顺应其他 我觉得你在生活中 感觉到的那个灵感 你想要去做什么 或者是回应同事 的一句干话 就像Vicky说 我想要做色情产业 然后你就真的帮他 弄了一个色情产业 然后我们就拿了那么多奖 我觉得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曾经想过 这些东西会为我们公司 带来什么吗 我觉得没有 你就是在回应 生活中那几个灵光 但是它还是有可能长成 很不错的样子 就像或我的 我觉得身为老板有时候 得把这个焦虑 不是说换到你们身上 而是说 我不会 很多时候 这个实践其实是需要 你们每一个人都实践 我才会真的实践 因为很多时候 那个焦虑来自于就是 我觉得你们不开心 或者觉得你们没有做到 你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老板很多时候 焦虑是来自于这件事情 对啊 所以 这焦虑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很烦啦 我觉得我很不适合当老板 还是教育人来当好了 这集 那个一咔掉的瞬间 你就是指心脏 你说我就升格 不行 年终发文的时候再让你知道 太危险了 因为在讲终点焦虑 我其实比较好奇是 师姐对于你自己的法量 会焦虑吗 你确定最后一段 也要聊这个吗 没关系吧 有差吗 好 其实我不是印象很清楚 但总之我的印象就是 我在当完兵之后 因为当兵不是要 三分头吗 当完兵之后我就回不来了 但是我想要 double confirm一下 请问我老婆 大概是什么时候 发现开始比较明显的变高 你有印象吗 认识的时候 所以你有觉得上了贼船吗 就是刚认识的时候 觉得好像还可以接受 没有他那时候就没有接受了吧 你的婚戒呢 有带有带 有对 就是其实我以前 因为嘉宇认识我很早 我应该认识十几年了吧 就我十二 不是二十 我十七岁都认识你啊 十七岁都认识我 高儿那年 对 影响很大 很可怕 难怪有些转变 对 其实我让你蒙羞了吗 没有啊 就是上贼船 是我吧 终于 我以前头发很乱 就因为我天然卷 然后我病脚很长 对 我不知道 我现在病脚还是很长 还是很长啦 对 如果可以移植病脚到这边的话 其实蛮 蛮那个中和的 就比较平均一点点 嗯 但总之以前都不会觉得 自己是会是头发少的 嗯 但总之就是 事情就是这样说来就来 事情就是这样说来就来 因为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 是什么 少头发的 少头发的什么 少头发的艺难 你要我接什么 没有啦 没有啦 对 总之就是这样 但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 因为这件事情感觉到中年 或者是怎么样的焦虑 那什么时候开始一直有人开你 秃头的玩笑 就是你们 只有你们会开我秃头的玩笑 你好意思跟我们问这个问题 不是 只有我们吗 真的是 不是 或者是你开始自嘲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 真的是因为你们 因为第一个就只有你们敢开我玩笑 其实不是我真的 其实最一开始应该是沙利 应该是沙利 沙利跟Vicky 就是我们公司另外一个同事 沙利跟Vicky 应该不是我 对老板很不尊重啦 对 这个 我先笔记一下 明天那个发红年中的时候 但总是因为你们先开始开 然后因为你们开我也没有很介意 对 然后大家就看到你们开 然后觉得很好笑 之后就所有人都在开 但我就觉得很OK啊 就是这个也没什么 反正都已经结婚了 没在担心这种事情 对 终于真的没有在担心 还是终于在担心吗 哇那真的让我蛮担心的 哇这才是真正的终于焦虑 而且还大言不惨 我没有在担心 反正我都结婚了 真的是以大口气以来 这个箭子一直在松动 那边你掉了 没有啦对 但总之就是 反正没有在诉求 其实以外表取胜 所以就还好 那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是 即使我自己没有中年的焦虑 我觉得身边的人 都为我感到非常焦虑 蛤 为吗 就是会 动不动就是 家人吗还是 对 就是会觉得说 就会一直觉得 人生 你的人生是不是走在 不正确的路上啊 你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让他们这么担心 没有没有 我觉得也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这就是男生跟女生 天然的差别 就是到了32岁 你好像还没有结婚 或者是 就是好像 大家就会对你问 你现在是有在逼婚的意思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在逼婚的意思 但我一直 否认得超级快 不是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很焦虑 可是我觉得男生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反正就是先冲事业 或是干嘛 我觉得稍微 会好一些 很刻板跟沙文的世界里面 会出现 但就是会出现 就可以理解 我跟你说 你在拿窍也没几年了啊 你真的要趁年轻 还怎么好好打算啊 之类的 所以你就是会 感受到这种 我都没有担心 你就很担心了 那种事情 所以家人担心过什么 我印象比较深刻 是今年的那个 就是情人节的那一天 然后我想要去看 大造成烟火 然后我就穿了一件 有一点久没穿的 旗袍的 改良式的洋装 我好像看过 对对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 是比较胖的时候买的 所以后来穿的时候 它其实就比较狼 那旗袍 就穿合身一点 比较好看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拿了那个回纹针 然后到客厅 就跟我妈说 妈妈帮我别一下 就是因为它真的 有一点松松的这样 然后想要比较合身 比较好看 那我妈就一边 要帮我别的时候 一边说 可是这样 你就要回来 才能脱这件衣服了 然后我就超到傻眼了 然后我妹就说 蛤 因为我妹那时候 也在旁边 她就说你在说什么啊 然后我也是超傻眼 因为我是一个人 去看大造成烟火的 我就一个人去看了 那个大造成烟火 然后别的那个别针 妈妈真的 给你很多鼓励耶 我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就是过了三十岁之后 就甚至在期待说 最好就是可以出去 脱衣服 这感受到重点 就是真的一个人 默默回到家 默默地解开 那个回温针的时候 我是没有 我只是觉得 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世界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真的 为我感到很担心 也有可能 大家只是觉得 大造成给人一种 淫乱的感觉 大造成吗 大造成有什么好淫乱的 对啊 总之那天 就一个人去看了烟火 然后一个人去了 居酒户 好SET 毕竟我也是一个人 去看了同学麦拉斯 也还好了 这个还好吧 终于不肯陪你去看吗 因为那一天 反正就是那天我一个人 然后 我一种忘记是因为 不对 那是礼拜五 礼拜五我们公司 不用进办公室 我就自己去看 了解了解 那个心情的当下 觉得说 我应该要去看个电影 我就自己去看 对我比你去看的 整听几乎没有人 好难过 对啊 明明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啦 好来那个 嘉宇 最后有没有要给这个 在座可能没什么人中年焦虑啊 但给我一点中年焦虑的这个爱的鼓励 其实是这样子 就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Amanda 那Amanda是算姐姐 姐姐辈的人物 就是她大我一点点这样子 那她其实在 她大概前几年前就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那时候会有一些三十岁焦虑 会一直开玩笑说 看好老变老妹了 殊不知现在连妹都不是 对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觉得其实女生 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 其实才是人 或者是我觉得 其实大部分的人也许都是 三十几岁的时候 你会是你一生中 其实到一个 蛮美好的阶段 就是你走过你二十几岁的那种 无能为力的彷徨 无论如果你现在 大概都比二十几岁 你有能力去完成一些事情 或者你也大概知道 你喜欢的东西 可能是什么 不喜欢的东西可能是什么 那你要获得 一些事情 你也比较有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面对一些人生的磨难 你其实是可以比较 比较从容的 然后比较优雅的去 就面对这个人生 给你的磨难啦 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 步入中年这件事情 尤其你到自己 到这个年纪 其实我都会跟小朋友说 就会跟我们 比较年轻的同事说 其实真的没什么 我就在这边等你们 Welcome to 30 Club 这样子 甜啊好难过 我觉得人生就是三个阶段 就是为之 然后知其不可 就你会有很多事情 是你一开始想要这样做 不管你是 为了你的目标 或者是你 其实就是莽撞去做 你为了去做 但你 走到一个阶段之后 你会知道 这样是不可行的 它有可能是 你的梦想太大 也许你此生是不会实现的 或者是你 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你没有 找到你合适的方式 去生存 但是我觉得 到最后你始终 如果你持续不断的 思考 前进 你应该会走到 最后一个阶段 知其不可而为之 一定会有一件事情 或者是说 我希望大家都 还是会有一件事情 是 知其不可而为之 如果你可以找到 那件事情 然后一直 坚持的下去 那我觉得 其实人生 到底有没有成呢 我觉得也未见得 因为有时候 人一生 有些志业是很大的 它不见得是 能够在你的 的此生 或者是你这个 这个世代 你是有办法看到 它完成的 但是如果有 这样的一个梦想 我觉得那个焦虑 其实会少一点 对 所以为之 知其不可 知其不可而为之 嗯 明明知道 不能讲老板兔头 但还是讲了 好啦 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 想要继续听我们讲 更多鬼话 记得订阅 是要有人听就好 五星好评刷起来 我们有IG跟YouTube频道 记得看看我们的资讯栏哦 希望 只要有人听就好 好啦 来那个首度 那个Live Podcast的 这个QA时间 就是 大家随心问啊 嗯嗯嗯 来吧 你好 我是那个 你好个P 还顺便公商一下自己节目 好啊来来 尼尔喝牛奶的尼尔 没有我是想问说 就是节目名称可不可以改教 就是只要有家瑜就好了 好下一题 没有没有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蛮常被大家问的 就是 真的假的 对就是 所有的听完我们Podcast的人 都成为了家瑜的粉丝 对啊 好合理哦 就算一开始是因为 比方说 哦知道杰哥所以来听 就最后就变成 只剩下吃家瑜的粉丝 不是说变成杰哥跟家瑜的粉丝 是退我的粉变你的粉 没有我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总之 呃这个Podcast叫 只要有人听就好 当时其实就是为了 希望能够让 我们公司有更多的人 可以 算是站到台面上啦 让大家都有机会 可以发声这样子 嗯 让大家都有机会 可以发声 听起来比较像 要组工会 我说到这个这样 我打个岔 就是呃我们那时候 在讨论说 内部专案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想要讲一个 想要做拍一集的YouTube 是讲就是说 到处街坊路人 问他们愿不愿意 为弱势发声 如果他们说我愿意 然后就请他们念一句话 可是他们喊那句话的 分贝要比我大 如果没有就是表示他 我们就立刻指责他说 你根本就没有想 为弱势发声吧你 这样 烂死了 对对总是家瑜是 我们全公司讲话最大声的人 这个这个 讲话大声除了分贝之外 全饼的部分也是 对 家瑜在公司讲话 明显没有大声很多 各方面都是 而且还被宠物沟通师说 就因为以前办公室 有一只 隔壁公司有养一只狗狗 然后他就跟宠物沟通师说 他喜欢那个 我喜欢短头发笑的 很大声的女生 然后他们就说 啊应该是家瑜 对 家瑜非常的吵 非常 所以就是 然后因为家瑜竟然 升了那个创业总监 然后我就觉得说 其实让家瑜有一个地方 因为其实之前YouTube 其实比较算是以我为主 然后让 让不同人进来这样子 然后Packet其实真的就是希望 家瑜有多一点点表现 然后确实效果也达到了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 都会觉得自己认识家瑜 蛮困扰的 蛮困扰的 蛮怪的 就是会 对对对 还好啦 不要很多人都认为是家瑜的钱 什么 什么没事 好 还有那个 你还有为什么 没有 我只是觉得刚刚的问题 可以让家瑜多讲一点 来家瑜请说 我觉得没有差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家瑜的意思是说 就算没有改结婚名字 反正实质上也就是只要有家瑜就好 我们追求实质的胜利 实质的胜利 对 权柄的部分 来连男 你好你好 你好 请问你是 我是那个台南陈先生 是 陈先生请说 陈先生想问那个 杰哥17岁的时候 有讨厌成为怎样的大人吗 杰哥17岁的时候 没有讨厌想要成为怎样的大人 但是杰哥17岁的时候 害怕 应该是说讨厌怎样的大人 讨厌怎样的大人哦 老实讲我17岁才很难想像 自己会成为这样的商人 对啊 我讲一下就是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整个产业 就我们其实算是广告业 那广告业里面 尤其是以创意为建长的公司 多半都带有一点艺术家的气息 比方说我们认识了很多前辈 其实都有一种 工匠人的感觉 他们在做是艺术品 然后我们公司 最近其实跟客户聊完了之后 我才发现我们公司真正DNA是什么 就是我们公司有一半左右的人 是管院的 或者是管院相关 然后甚至可能有五个人是台大国企 我们就是一间管院标志出身的公司 对啊 我们的报告的方式 我们的想事情的逻辑 其实充满了各种管院的bitch 管院思维 对 对 就很明显的跟其他家的 简报的风格很不一样 对 然后所以我真的是一个 同车会很重的 如果我们硬要讲 我们自己是创意人的话 我们这是同车会 非常重的创意人 我真的不得不说 我们有想过自己会念管院 然后甚至是进agency 全部都是想象不到的事情 就是17岁想象不到 我那时候还想说 干谁要念管院啊 那种同车会那么重的地方 那这样真的没有让17岁你萌羞吗 应该有萌一点吧 没有啦 因为我后来真的念管院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想要赚钱啊 是哦 我是 怎么会这样想 你怎么没有 我是客家人啊 你怎么不念财经系 你在想什么啊 不是 对 就对于客家人来讲 真的赚钱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就一直走在主流的道路上 因为就是 你知道 兼钱价值就是跟主流是很接近 这样有回答到台南的 陈先生的问题吗 你好 有有 陈先生觉得有 所以17岁都讨厌的大人是穷人吗 不是啊 就是 不是 这什么意思 因为你说他讨厌 然后就说这真的很客家 17岁的时候就是真的比较讨厌说 不是啊 就是很伤人的伤人 但自己后来就成为这样子的人 所以你就成为了自己讨厌的大人 对啊 但我现在蛮开心的 哇 我觉得17岁的时候 我还没有客家认同 现在非常有客家认同 因为你娶了一个客家太太 铁客家太太 你知道什么叫做 超越客家人的超级客家人是什么 就是爸妈都是苗栗的 嗯 这铁客家中的铁客家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公司前 大概上礼拜出现的对话 就是我们因为公司用了书节的卫生纸而指责营运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就一直 他们就拿着那个卫生纸说 太贵了 就是因为我们怎么会用书节的卫生纸 不符合我们公司的价值 对啊 我们应该用蒲公英那种就好了吧 所以就一直 蒲公英我比较便宜吗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 但总是比较便宜的啦 对或者是一些 应该要念不出牌子的 对对对 或者是哪个特价我们就买哪个 我们怎么会用到书节这么好的 之类的 然后大概围着他讲了一阵子 因为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他们还说 我一直以为这个是某某同事 从家里带来的卫生纸 因为我不敢相信我们公司会用书节卫生纸 对 老实讲我觉得 我们也是从这几年才开始 开始实践客家精神 其实我们之前没有那么常 把这件事情挂在嘴边 我们现在所有事情都要加客家 我们公司客家澳美嘛 对 然后你最近的称号是那个 因为家瑜反正家瑜 最近讲了一个很有哲理的话 是人要 就我们的作品要感动我们的客户 或感动我们的消费者之前 要先感动自己 然后这句话其实 曾经被几个很厉害的人讲过 一个是David Gong David Gong就是在广告界 很大的前辈已经过世了 另外一个是那个 侯孝贤 所以就家瑜跟侯孝贤讲过 一样的名言 我们就说你是客家版的侯孝贤 就基本上我们公司 所有的一切都是低配版的 对低配蛮多的 低配的版的预算 低配版的 我们还有低配版的新竹市长 不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人 长得非常像林志杰 非常像 我们只要每次用他拍素材 就有人留言 就at林志杰 对客家林志杰 好惨好惨好惨 好来下一题 来再一个啊 再一个 还是说那个 来Q一下你的 亲朋好友的部分 我不知道啊 昆耀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真的 好过分哦 好过分哦 算是蛮过分的 他是我小学的时候 坐在我旁边的人 真的假的 是不是小学同学 小学同学啊 小学坐在旁边不是 通常都会有一些 你知道 局语或者是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但我们也走过了 大概二十几年 相伴的人生 小学就认识 那其实 都要二十几年 我的妈呀 认识的时候 十岁吧 因为我一直都是 很冷血的人 就是我小学毕业之后 就再也没有跟小学同学联络 我国中毕业就再也没有 跟国中同学联络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 我还是问过你很多次 会不会是他们 没有跟你联络 他们可能有一个群组 你会没有陈思杰而已 下一题 我是来自新北市的周小姐 我的 是新北周小姐 对 我的问题是 那杰哥你觉得你自己 在家瑜现在讲的 哪一个阶段 就是他刚刚讲的 这阶段 为之 知其不可 知其不可为之 我觉得我大概到 为之 为之 我学的肯定 是这样的 我好早 我现在还在幼年期啊 不会啦 人的青春期是 连龄母闻 都说是持续一辈子的 可是我 我觉得你讲的没有错 我应该是在 为之的阶段 但的原因是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 真的遇到那么多 知其不可 是啊 是啊 对啊 就你现在也还没有 遇到什么很极大的瓶颈 觉得 知其不可大概就是那种 就是不敢在早餐店 买蛋饼的这种 知其不可 这种微小的事情而已 好烂 而且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 这个如果听 前几期应该知道 反正总是就是 思杰是不敢在早餐店 买蛋饼的人 因为就是早餐店 会有一些比较坏的学生 太怪 这学生就懂啊 然后吃妈妈煎的吐司 我才会出门的乖小孩 在外面买 外食杰是有个坏的 真的太坏了 这故事有一个层次 就是 因为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是经历过 早上去学校的时候 就会在早餐店买东西 然后坐在那边吃 然后家里就说 思杰你那么乖 感觉就是 买了之后不敢留在那边 因为那边有热无色 或热银色的人 很坏 然后抽烟 然后裤子算是夸夸的 思杰你应该是买完之后 会外带 我说没有 我是在家吃完再出门 超乖 乖到咋里 根本没有办法踏进早餐店 也没有办法享受被叫帅哥 很像那个仙仙其他转 走到那个地方 会被一个气墙挡下来 有一个屏蔽 等起来不够到 没有办法去吃 过不去这样 对 所以我现在还在为之的阶段 啊天啊 法线已经在 知其不可 完全是啊 但是人生还在为之的阶段 好啦我会努力哦 好来 妈妈要不要问一题 不要 不要不要 真的 太可怕太可怕 有 Bunu 妈妈返击很可怕 那那个 最后一题给那个宗泽吧 算是我们两个人的 都算是我们两个好朋友 我的学弟 然後是嘉瑜的同班同学 大学的好朋友 我是台北的吴先生 是台北的吴先生 我是杰格的 也是家瑜的同學 大學同學 是你直屬學弟啊 我是你直屬欸 同家喔 你沒有過分喔 他是男的啊 什麼意思 好請說 還是你沒有問題喔 好那放下吧 你好過分喔 不要玩那麼一男的心 蛤什麼 本來是真的沒有想到什麼問題 真的嗎 那我就 講一個好了 好來 因為我大學都有創業 所以我其實原本 敢這麼嚴肅喔 也沒有想過說 也會看到自己的直屬創業 所以我是有點好奇想知道說 你當時就是自己開公司 那個心情的轉變是怎樣 是怎麼突然會想要 哇 老實講 但是可以用比較輕鬆的心態 不用講太嚴肅 你這什麼不負責人 問那種嚴肅問你啊 就好我們自己要輕鬆 在考驗你啊 沒有 但必須要講就這件事情 老實講你那時候沒有答應的話 我其實應該真的不敢了 對 稍微講一下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來龍去脈就是我當時在台灣吧 嗯 總之就是一個YouTube的公司這樣子 就是比較上新媒體啦 然後後來就是 第一個來找我們的是Google 嗯 就是我當時做了社群洞的這個社團 那 所以就開始有一些人覺得說 欸師傑好像蠻懂社群的 Google的 當時的行銷其實是我們的學妹 嗯 然後他就來問我說 欸感覺你好像可以做社群 要不要來提個案這樣子 嗯 然後後來才發現其實是筆稿 嗯 就是要去跟別家 而且就是4A的公司去競爭 對 然後我就問家瑜說 嘿我們現在好像有這樣一個機會 然後如果我們一起去比啊 拿到的話這間公司就開成了 沒有沒有我要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是更簡陋的版本 就是我累積了這麼多年 一直沒有跟師傑講 因為那個時候師傑是講說他要開公司 然後有一個行銷案 問我要不要加入 喔那個時候還不確定有沒有比到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王八蛋 我那時候已經辭職了嗎 我就為此辭職 我辭職之後才發現 是不是拿到了 原來我們還沒有拿到這個案子 知其不可而為之 我超爆傻眼的 超級傻眼 你知道就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公司組織變革 所以我其實在前一個公司是順勢離職 然後拿了非資源離職 華麗轉身 對我就是剛好順勢 然後領了一個非資源離職的證明 所以我其實去申請過失業津貼 非常荒謬 這個媽媽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但是總是 其實你人一輩子可以申請兩次 一次可以到半年 然後他會給你上一份薪水的六成薪 但是有一個上限 嘉宇姐是失業津貼的推廣者 大家一定不要讓自己的權力睡著 對 總之就是那個時候我非常傻眼 因為我就是背水一戰 然後才發現我們根本沒有拿到那個筆稿 人家在問創業 你在跟人家講失業津貼 我覺得大家應該想知道 還是你先去哪一下 我覺得創業跟失業就是一線之隔 要先了解這個失業津貼 一線之隔 所以總之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開始創業 所以我其實並沒有什麼創業的衝動 或個性覺得說 哇我的人生就應該要創業 而是 我覺得有賺頭啊 就求來就打 其實師姐從來沒有真的想要做什麼 他就是有案子他就接 就為了接那個案子 他開了一下公司 然後說服我離職 因為要跟Google簽約 所以必須要開公司 然後接了這個案子之後 才發現有別人來找我們 我就想說有賺頭啊 那不然辭職好 我也辭職好了 所以我其實是公司第三個員工 嘉宇是第一個 對 我大概第一年的時候 半年的時候 其實都還在有別的工作 應該公司正式開起來是7月 然後你4月才離職 隔年4月才正式過來 我是極度風險趨幣者 完全是 我直到現在都還死